老板 货到了 这是清单 您点一下 没错 我叫了两个系货的人 马上就到了 那你进去先喝杯茶 我给你拿钱啊 那茶就不喝了 我在外面等着呢 老虎 过来吧 刚过来啊 刚过来啊 对啊 就这种货 谢谢吧 哦 哎 学过来 你点一下 老板 我后面放啊 谢谢 正好 这是下次的货单 如果什么变化的话呢 我会去通知你的 老板 要的货越来越多 生意不错啊 小本身 嗯 兄弟 快点谢 一会儿还要送夏家呢 放心吧 利哥 我看到小风的电视里为我点的歌 我知道你们还在广州 你们好吗 此外 快进去 放约 我还不把它说完呢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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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你是来干活的 不准走 我不断了 告诉你 我投诉你 你走啊 我去职业职厂所投诉你 我花了六十块钱来干活的 你不能说着就走 你得把活干完 怎么回事 我们出来赚钱不容易 你不是还急着要交房租吗 别跟钱过不去了 干活吧 阿伯哥 你找我 李小姐最近有消息吗 刚得到的消息 李哥和晓风还都在广州 他们还好吗 是这样 晓风换了一所新的学校 李哥在一家中介公司 当搬运工 这个是他们公司的电话 和学校的电话 知道他们住哪儿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 派人打定一下 好 老婆 辛苦了 谢谢 老板 你真真好 每次来有东西喝 每次来有东西喝 李哥 我不喝 谢谢 请把我的工钱给我 好 那你等我一下 好 你这个保姆的工作你要做好啊 好不好 下一个 你好 你怎么来了 我想换个工作 换什么工作 换什么工作 只要不去给那家花店做办运工 我去哪儿都可以 你以为这份工作好找啊 我告诉你 就这个老板的出价最高 多少人在等着呢 我是看你 带着个孩子不容易 才介绍给你的 您还是帮我挑一下吧 我真的不想去那儿 你总得说个理由啊 人家给你工钱低了 还是虐待你了 你看 和你一起去的老吴 在这个花店都做了半年多了 他每次来都是乐呵呵的 哪像你 就干了一次就要换工作 花店这个工作你不去的话 就没适合你的了 现在工作不好找 你还挑肥减瘦 那如果实在不行 那这个工作我不做了 那不做也行 但是你和我们的合同是签好的了 你这样单方解除合约 而且还没做满一个月 那八百块钱的押金是不能退的 你可以走了 你考虑一下 你好 这是我的个人简历 嗯